放眼全球,货币表现糟糕的国家与地区有很多,相比之下,人民币表现已算非常稳健,尽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近几个月以来贬值速度较快,但相比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, 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贬值幅度算是比较收敛,尤其是在金砖四国中,人民币的贬值幅度最小,数据来源,玩的机制时间,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,8月15日说起全世界最糟糕的货币,为内瑞拉的玻璃马尔绝对能位列其中,多年来,这个国家一直为能摆脱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,先不如只会是常态, 最近,为内瑞拉又试图通过发行新货币的方式来解决通货膨胀,但仍不被外界看好,明天启用新货币,石油也作为第二官方货币,为了稳定委内瑞拉的金融和财政状况,近日,为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近日宣布, 从8月20日,开始启用和流通新货币,并同时使用数字货币石油帝,Petro作为第二种官方货币,新货币名为主权玻璃马尔, Saren OVAR,以主权玻璃马尔,将成员先计划,那等于1000件新货币强势玻璃马尔,改为等于10万强势玻璃马尔,也就是说, 委内瑞拉将通过发行新货币,去掉旧货币的5个0,有意思的是,起初,委内瑞拉政府表示,会从超小上去掉3个0,但随着7月25日, 黑市上美元对强势玻璃马尔的价格达到1比350万,且强势玻璃马尔还在持续贬值,政府又表示会将0减少的个数增加到5个, 与此同时,石油币今后,将作为该国的国际计上单位,以及国内工资和商品,服务定价的基准, 一个石油币将等于3200主权玻璃马尔,社会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月薪1800主权玻璃马尔,及半个石油币, 但外界普遍认为,依靠发行新货币,扭转通货膨胀并不现实,过往的许多历史经验表明, 没有合适的计划,货币中被划取的林江很快涨回来,据《纽约时报》8月16日报道, 截至15日,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,已高达32714%。 现在,首都加拉加斯城内许多商店仅用美元报价,以避免混淆, 金转五国货币今年表现如何?尽管相比于委内瑞拉,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,算是表现不错的了。 但这也是海子里面把将军,以金转国家位力,大部分国家今年以来,的货币贬值幅度都双位数。 例如,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年出至今的跌幅高达18%,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年出至今的跌幅也高达18%,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年出至今跌幅达16%,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年出至今跌幅达9.3%, 相比之下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跌幅在金转国家中最小,年出至今只有5.7%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正硬跌幅水平,与同期的英镑对美元,欧元对美元表现类似,甚至还好于新西兰元,欧元的表现。 强美元周期下新新市场货币仍将贬值不过,受强美元支撑影响,未来多国货币货人会继续承压。 中金债券市场调查结果显示,大部分投资者都认为未来美元指数会高位震报或继续走强,认为会高位回落的人寥寥无几。 百分之五十六的投资者认为美元指数将高位震报,保值在九十四到九十八区间,百分之四十的投资者认为美元指数后续还将继续走强,接近一百甚至更高。 仅有百分之四的投资者认为美元指数后续将高位回落,逐步降至接近九十水平,在强美元逻辑下,人民币就会继续面临贬值压力。 调查结果显示,百分之五十二的投资者认为仍有小幅的贬值压力,但不大,可能略超过七,百分之二十五的投资者认为仍有较大贬值压力,贬值到七到八区间,甚至是往爬的方向靠近。 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投资者认为提示叫强阻力位,难以有效突破,仅仅百分之一的投资者认为随着经济刺激政策出台,全球信心可能逐步稳定,汇率将逐步起稳甚至走强。 投资者的困率走势,看法虽然分散,但在方向上较为明确。 历史上,每次强势美元周期通常会引发经济危机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强美元周期,引发了拉美金融危机,九十年代的强美元周期,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。 IMF前副总裁朱铭认为,特朗普当选后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,美元还会继续走强。 目前正处的第三轮强美元周期中,那么,强美元周期下,哪些国家最容易受到冲击? 华创证券宏观经济研究主管张玉琛,以IMF新兴市场的划分标准,将土耳其和其他23个新兴市场的中的期指标相比。 其风险排名靠前,其他风险排名较高的国家包括阿根廷、黎巴嫩、乌克兰、南非、格鲁基亚和巴西。 而风险较低的国家则包括泰国、保加利亚、马来西亚、罗马尼亚和中国。 国泰之外宏观分析时花长春则表示,综合来看,主要新兴经济岂可能是外部冲击发生较大风险的水平进行排序。 发现中国香港以总评分4.42位居首位,其次土耳其、新加坡、中国、智利、埃根廷也都排名居前,石油币遭多火抵制,不被外界看好相比的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、委内瑞拉也非常看重石油币。 今年2月,委内瑞拉开始预售该国自行开发的加密数字货币、石油币,这也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由主权国家发行并具有自然资源。 作为支撑的加密数字货币,与比特币不同,石油币无需通过耗费计算机、算力和大量的电力进行挖矿,所有石油币都是被预先创建并由委政府发行和直接出售的。 以委内瑞拉国内几个邮天探明的石油储备量作背书,但不能直接兑换原油,石油币的发行参考价格为60美元,其币只将随石油市场波动而变化。 首次发行量为1亿美,对委内瑞拉政府而言,发行石油币的主要目的,在于增强经济主权,并为政府融资,从某种意义上讲,石油币本质是总以国家石油储备作抵押的国债。 对外打破美国世家的金融制裁,对内平息物价飙高,造成了经济社会危机。 马杜罗也强调,石油币将被用来进行国际支付,成为委内瑞拉在国际上融资的一种新方式。 这一数次货币将帮助委内瑞拉度过目前的经济困难,打破美国的金融封锁,并欢迎全世界的投资者来投资石油币。 不过,石油币发行后,就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抵制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行政令,认为石油币是属于对委内瑞拉制裁的范围内。 简直美国交易石油币,该建立适用于美国公民,以及美国境内的任何个人。 尽管委内瑞拉试图以30%的折腾吸引印度,但印度政府还是正式拒绝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币。 在石油币推出初期,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,就发布推翻至于石油币。 他说,委内瑞拉一直都存在资产烂用问题,该国央行创造了恶性通胀问题。 委内瑞拉的主权货币已经失败,投资者为什么要去相信委内瑞拉的主权加密货币? 另外,值得关注的是,根据委内瑞拉宪法,现在总统马杜罗将任期至2019年1月10日结束。 若马杜罗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失败,宣布发行石油币的总统征令也将失效。 百万用户都在看券商中国市证券市场权威媒体正,券商中国对该平台所看待的原创内容享有著作权, 未经受权禁止转载,否则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 在券商中国微信号页面输入证券代码,简称即可查看个股行情及最新公告, 输入基金代码,简称即可查看基金禁止,有一种美好习惯,叫做热后点赞。